大家是否还记得,2019年8月8日,在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拥有的半决赛场,复员会以58秒95的当时个人最好成绩晋级决赛。 而在赛后的采访中,激动了他以天然生动的,确实又让大家非常尴尬的表情一夜成名,走红网络。 当小辉哥得知,最近在KPL年度颁奖赛点上的复员会,与其是同一个人的时候,真的是惊呆了,确实不敢相信。 看到这两个照片,小伙伴们一定也非常感叹吧。 而在颁奖赛点上,他还是依旧的搞笑幽默,那种神情和动作以及真实的个性,引得观众们和各大直播间主播们捧腹大笑。 并且当他在给张大仙颁奖时,瞬间变成了小蜜妹,非常可爱。 这一方面也让网友们直呼,这到底是谁给谁颁奖呢? 我看到了复员会,我就想笑啊! 你看他! 太鼎了兄弟! 太鼎了太鼎了 与此电竞运动员又美又煞 在生活的任何赛场 我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笑不活了 王者荣耀为每一个敢于挑战的人喝彩 颁奖嘉宾为选手颁奖 有一个奖 看是给老板 看要是给老板还是给谁啊 老板拿着吧 老板拿着吧 也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非常荣幸能获得这个奖项 然后希望说感谢王者荣耀 感谢KPR官方 希望大家继续对XYG多多支持 然后以一个开放的眼光看到我们这个俱乐部 然后希望大家也喜欢 好谢谢谢谢 哈哈哈哈 他不知道要发言 大家不知道要发言 没讲好 你这个没那么舒服呀 你叫我上了 什么情况 所以 我们一起点个赞来 所有的成员点赞 点 我真的是 我感觉他像拿了两个杠铃过来一样 哈哈哈 我给这个 这么忙忙忙的班长嘉宾 没有李懿小姐给送一下吗 谢谢可爱的复员会 这给我们班长嘉宾累坏了 这健身来了 我这跑的 你看 充满了力量 你应该在这整一个那个游泳池啊 游过去把奖拿了 游过来把奖班了是吧 啊 好 不是他擅长的 不是复员会擅长的 可能只有这个环节没有李懿小姐 我感觉复员会来追星呢 你知道吗 我来合影来了 你没有感觉这种感觉吗 像不像粉丝跟偶像来合影的 在一次班会怎么回事 你 你是冠军 你是世界冠军 复员会 不要那么卑微 你是世界冠军 哈哈哈 我露了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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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